这是巴西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 因为它描述的就是某个地方每天的真实写照 只要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无不惊呼 有人说这片太猛了 有人说太牛逼了直接五星 今天我们来盘一盘这部高达8.7分的犯罪片 警察这个职业是极具有正义感的 他可以说是人民的守护神 但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却恰好相反 这里的警察比黑帮和毒贩都要凶残 他们每天都要按时向那些头目收取保护费 如果谁交的少让他们不说 队长二话不说直接就乱枪打死